兄弟们当你们像这样在房内某个角落一动不动的躲着 此时突然听到敌人的脚步 然后你习惯性的转了转视角 觉得自己反正没动轮盘 转视角又没声音对吧 哎就可以继续遛对面了 但是实际上在敌人的耳朵里你们听 听出来了吗 在敌人耳朵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跳跃落体声 这就是之前一个非常crazy的问题 人物在房内角落枪口贴近掩体转视角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漏脚步的情况 这个情况我之前实际上也遇到过 但一直不知道如何百分百还原场景 我记得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 就是我把游戏切到后台 或者像这样下滑出通知栏 然后再回到游戏 咱们视角看起来好像是没动的 但在敌人耳朵里也会听到跳落地的声音 它最令人无赖的就是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不过在新版本中观光定位完成 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就是另一个优化烟吞火问题 之前我也发过视频吧 在朝烟里丢火时火焰不会平不开 而是会像这样被吞掉 只留下一团小伙面 哇真的内幕 观光的速度是真快 这么快就解决了 在新版本中咱们再朝烟里丢火就不会被吞了 大家看到了吧 很正常的屏幕燃烧 好家伙 时尚活得最短的技巧 烟吞火 但是我又继续研究了下标记点问题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标记前方的掩体 都是可以无视天脸掩体的 像这里我标点可以穿透标到后面去 对吧 这是观光非常好的一个标点设定 所以我觉得这烟内应该也是用于该规则才对 但实际上在新版本里烟雾类标点还是无法标出去 只会不停的标原地 甚至标到自己身后去 这对咱们在烟里往外标点来说 依然还是个比较麻烦的事 可能还是因为烟本身的设定比较特殊 导致这个点优化起来比较复杂吧 就看观光后续会不会继续考虑了 兄弟们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看大家反馈最多的还是哪方面的问题 说不准观光就会看到 趁新版本一起给安排了呢